这怎么办呢 这个庄文杰说的盗窃方法 有没有可能是真的 有时候 依靠周密的布置 人手的配合 再加上精巧的工具 即使不用真人借钱 一样可以把目标拿到手 准备行动 三 二 一 那按你这个说法是 他们把假画盖到了 真画的上面 那这个真画 他怎么拿出去的呢 我刚才所说的盗窃行为 只实施了一半 重头戏在后边 我听说 有人跟我说过一个工具 叫四项钩 它是由四个方向的钩环 拼接而成 通过机关 任意地去钩取 或者放下物品 是专门用于 这种类型的盗窃的 专门用于 交配 搞定